树林区公所在人潮最多的树林车站大厅 举办明师辉豪春联报喜贺心碎的送春联活动 书法家现场辉豪让民众免费索取春联 赠送春联活动历史悠久 前树林市市长现任新北市议员陈世荣 也前来祝贺活动顺利 顺便跟民众拜早年 从过去市公所时代到现在区公所 已经延续了将近十年 那每次在农历过年前 都会办好几场的写春联活动 最主要就告知说农历春节已经来临了 然后写春联让民众自由索取带来喜气 同时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好的开始 明年是猴年祝大家猴年开运好运天天来 树林区区长林药厂表示 活动邀请到新北市书法协会 树林美术协会及客家乡亲会的书法名家 现场为民众克制各式春联 民众不仅可以现场要求书铁样式 更可以绘制年结图样 克制化的各式春联让新年的喜气 更增添生动活泼 今年我们是由三个协会来共同协办 那是由我们新北市书法协会 还有我们树林区的美术协会 以及我们新加入的客家乡亲会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师 都是一流的 你看大家写的文笔 民众都可以客制化的要求 老师现场辉好 那还可以画图案 我想今年是我们猴年 所以我们那个猴子的图案 他们都也可以现场的把它画出来 然后赠送给民众 民众选取喜欢的字帖后 由民师现场辉好 克制各式春联让民众免费索去 活动期间巧遇寒流报道 但一样吸引许多民众排队 有民众在车站大厅内穿着雨衣 一样排队等着令民师们现场笔墨 可见活动魅力可抵寒流威力 中家新闻 吴沛山沈金华树林报道